除去铁架一个个被搬上车 大大的招牌被拆除了一部分 为在西门町最后一家肯德基宣布协业 他们在门口贴出因为租约到期 所以最后一天的营业日是8月31号 最后一家门市从9月开始不会再开了 也是肯德基首度在西门町没有门市 消息曝光许多网友都哀嚎 有人说这里是以前高中连移的地方 来观光时到西门町会寄住的地标就是肯德基 是青春回忆的老地方 还有人说西门町找厕所的去处回忆不见了 还不错啊 他们的服务很好 现在歇业啊 是很可惜 他觉得很熟 对而且这也是一个标的啊 这一般我刚吃过 那他让歇业你觉得是 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看到的 看当的时候觉得舍不得 对啊 肯德基入组台湾第一间就落在 西门武昌街后续成都路上再开两家 这次习登的峨眉店 离开西门町肯德基也发出声明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未来会继续展店规划 在其他地方陪伴大家 在西门町素食店是大家的回忆 现在剩下麦当劳跟顶呱呱 而麦当劳在成都路成品里也曾经都有门市 不过目前只在昆明街有店面 随着额眉店的落幕 肯德基也结束在西门町陪伴大家的36年岁月 三里新闻 郭宇轩 上海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